能够全排吊打王天一 让王天一毫无还手之力 当今其他还有谁 他就是郑维彤 本节视频给大家分享一排 第十九届合力杯亚洲象棋锦标赛的独冠之战 这排棋也是本次赛事中最精彩的一排棋 不愧为当今其他最厉害的两位顶尖高手的 巅峰一战 红方的是王天一开局郑山宝飞下去 黑发正围图跟着补下 红发冲骑兵 黑发上边马 红发正马 黑发冲骑足 跳出鬼九马 那黑发视角炮 红发再次平炮 将来有可能出局 黑发抢先出局捉炮 红发出局保炮 黑发禁局雄和 平炮要求对局 平局站内躲开 红发把第二个局开出来 那黑发不能上正马 跳出鬼九马 红发先拱起中兵 那黑发把局开出来 这里有可能啊 升炮过河 压缩红发空间 红发呢就禁局雄和 防止黑发 升炮封局 同时拂有平局 站内捉码的起 那黑发迅速平局抢战内道 不给红发平局捉码的机会 而且咱们发现啊 黑发已经呢是 双驹马炮四个大子 集结在红发的右翼啊 这红发右翼呢 还比较空虚 而且此时呢 还吃着红马 那红发只好禁驹宝马 黑发平炮 瞄着编冰 而且还对着驹 红发的驹啊 没有好点 那只能先对掉了 黑发把驹一吃 红发禁炮打冰 那黑发禁炮打足 咱们发现啊 黑发随时有可能啊 成底炮去打家 这里如果说退炮的话 那被黑发呢 牵制住了 黑发这马路操通 红发一时败会儿的 拘掉不过来 如果说你不是的话 这马脱根了 所以说面对这一步棋 红发射下了 卸井飞刀 假如黑发打一架 红发吃掉 你再近鞠捉码 他这里呢 刚好有个平炮打架的起 这里呢 红发吻持些手 黑发不是 红发呢就冲冰 那这起呢 红发有的下 黑发反而不好下 啊 比如说黑发在上马去登炮 那红发可以继续进啊 啊 先把马逃K之后呢 这个起红发有渡河兵 红发猛持些手 啊 那咱们看这个实战 当然实战黑发 不给红发平居防守的机会 直接呢 成底炮打了一架 那红发只好选择不是 啊 如果说你落下 或者说这里选择 退炮呢 都不行 因为他直接的凯底式交中啊 日式一代被杀掉之后呢 可以说这个黑发明显的 处于绝对的优势 啊 就不好下了 那么红发实战选择不是 黑发改进跳马 将来助攻 那红发平炮 容易呢 让黑发形成呆居拐炮 那黑发平居拆掉红发炮架 同时会有捉炮的气 红发只好平炮躲K 黑发呢 拱足 如果呢 是弃足之后啊 把居禄套通 然后呢 居炮河江 那红发 选择进马吃足 黑发平居 将来呢 有可能居炮河江 红发进居兵临县 那黑发居炮河一江 红发退炮之后 黑发改进补适 然后红发平居站立 这里呢 有可能吃黑马 黑发继续上马 那刑期至此啊 也就到了这一排期的关键转折点 和风水令 那么刑期至此啊 经过散后的拆解发现 双方大体冲实 那么作为红发雷术啊 最精准的应该是先上马崩槽 这里黑发如果上马登居 红发可以退居 你这里进破去打居的话 这里呢 红发就可以退下 去打黑发的居 你如果说平居吃相 那么他这里呢 卧槽马一江 你只能出将 他平居吃破呢 是逮将的 所以说啊 这个起一旦说 把马跳上去啊 黑发不敢这么下 啊 咱们看一下 红发进马 黑发最有可能的招法 就是选择退破 这个时候呢 红发再选择退居防守 那黑发呢 这个棋 比如说把马跳上来 那红发再选择平破 啊 去打中族 不迟 那咱们看这个实战 实战红发直接平破 打掉了中族 那就给了黑发上马的棋 上马之后 红发的马不敢跳啊 你如果说此时跳马 等于丢居了 啊 这棋呢 就没法下了 那么实战红发 先把居逃离险地 正好呢 被黑发进破打居 等红发落下的时候啊 黑发平均吃下了 但是又进到红发不敢吃破 因为你这里呢 不得一家 啊 比如说此时红发吃掉黑破 黑发吃兵一家 红发比如说进破 黑发又一家 你这里再选择垫破 那么他吃马又一家 这棋红发比如说再选择进破 那么黑发再进去一家 这里你落势或者说垫破呢 他都有个进马的棋 这棋走下去呢 可以说啊黑发几乎是胜定的局面 那么下不起啊 直接凯破呢 是绝杀啊 这是一个经典的巨马破阻杀 那么红发是防守不住 要想几杀 你只能说啊 选择这个弃居 去开马 那咱们看这个实战中的周防 当然实战红发 这里选择了落下 那黑发把笑一吃 红发一看 这期呢又不能去吃破 那如果说用势去吃破 他等于呢是丢居了 啊退居一家 你这如果说进破吧 退居一吃 对其呢也是不好下 那么当时啊 走到这里红发呢是上马奔槽 那黑发退破 先把破逃离写地 不给红发 呃沃槽马交军一出 然后呢吃破的一家的机会 那么走到这里呢 红发上下棋居 黑发吃兵一家 红发这里呢不该落下了 如果落下 那么他禁居一吃 啊 这等于呢是北送下 那么实战红发选择了禁破 黑发又一家 红发落势 黑发退居又一家 红发不是 黑发选择上马 那么走到这里 红发沃槽马先一家 黑发一出将 然后红发之后选择撑势 啊 这个棋如果说红发选择上马 去吃黑马的话 黑发禁居一家 这里你落势 他就砍势江 你一起来之后呢 再退破江 这棋走下去啊 可以说是一个 黑发胜定的局面 红发还是防守不住 那么当时红发 直接把势撑起来 黑发禁居一家 红发起涮 然后黑发呢 选择了上马 那么下一期啊 是平居绝杀 因为这里呢 后边有炮 而且呢 马又炮啊 搭架子 下一期啊 之间的是绝杀 比如说红发 随便滚个兵 那么平居一家 这老江的郭布雷 因为他有炮防守 这里呢 有炮 出不到六路 而且这边呢 也出不到四路 这一坐不下雷 因为呢 有炮撑腰 那么当时 红发选择了退炮 那这个时候 黑发退居 带将 红发呢 也只好选择这个退帅 然后黑发选择弃马 啊 又一家 那现在呢 是用炮架 实际上红发选择了落下 那黑发把下一吃 等红发吃马的时候 黑发把炮一吃 那么走到这里呢 王天一一看啊 大师一去 头子认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步期呢 他在这里啊 直接选择退炮一家 然后呢 把马抽掉了 这些比如说红发落个市 那黑发形成单子炮 现在呢 是用居家中 你一落市之后呢 再把马一吃 这郑维同跟前呢 你如果说丢一个马 那等于是 丢了一个大子 这些呢 确实不好下 黑发呢 是居马刷炮 红发只有居马炮 这些呢 肯定是下不过了 投资政策啊 也是必然的选择 那么内排期就是这样 最终的是 郑维同后手 采用非下局 战胜了 王天一的郑珊宝 非下局 而整排期呢 主要呢 是平炮 打中族 这一步期呢 走错了 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红发正招呢 应该是上马 结果呢 他选择了平炮 打足 卖了一步棋 被黑发抓住了待机 所以呢 红发投资政策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啊 更加精彩 再见 给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